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IOH講座 我今天要講的是教大志工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這是我們的贊助商 分享與傳承 接著呢這是我今天要講的 講座內容的大綱 首先呢我會一開始簡單介紹我自己 接著呢我會講學校 講完學校之後呢再講系上 也就是教大志工系 講完系上之後呢我會講一下我們系上到底在學的內容有什麼 在最後面呢 在針對幾個你可能做選擇上會需要 面臨的兩欄呢 這樣子的議題去去做討論 那就是我的想法跟建議 一開始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所以嗨我叫Haron 那我目前就讀教大志工四年級 我很喜歡做東西 我很喜歡做東西 所以我這一路上一直在嘗試在做一些東西 那我 我很喜歡 也很想要做出一些 對大家有幫助 有人會想要的東西 所以 其他具體是什麼 其實我也 不知道 我也還在摸索 但是我從高中以來就一直在嘗試 我高中的時候做的是自動發票對講機 那時候有拿去參加過蠻多科展比賽 他是一台會自動吸發票起來之後呢 放到攝影機底下去對講的機器 攝影機就會照相起來之後做 出自辨識 再告訴你之後 告訴你有沒有中獎 那相片是我在四大附中 也就是我的高中裡面發表的時候的情形 同學跟老師在看我的那台很大的機器放在紙箱裡面 接著呢 到大學的時候呢 跟玉琴朋友呢 做了一個點餐系統 他是 可以讓 學校的同學呢 在學校園的任何地方 像是教室裡面啊 或者在宿舍裡面 就可以事先點餐 那餐點好了之後再去 再去餐廳裡面拿 所以這樣子好處就是我們中午的時候就可以減少 人擠在 餐廳裡面那種尖峰尺段的問題 那他確實有在校園裡面 也就是交通大學裡面的餐廳運行過 接著呢在我四年級要出國之前 出國交換之前 我做了一個幫忙選擇鏡頭的網站 就是如果有在 攝影的話 你可能會 在選鏡頭上 可能常常會遇到一些兩難 或者是不太確定自己要買什麼鏡頭 那我這個網站就是 他會呈現很多 用你 用你可能在看那幾顆鏡頭拍的相片 你就按喜歡或不喜歡呢 最後在 他在告訴你說你按比較喜歡比較多的是哪一顆鏡頭拍的 那 比較 哪一顆鏡頭可能是你 可能會比較想要買的 所以這是我 出國之前做的 做的網站 但是呢 今天 演講主角其實不是我 主角是你 那 所以我可能要稍微講一下就是在演講過程中 在我這個講座的過程中 很多可能是主觀的意見 那我會盡可能讓這個講座是客觀的 所以像是我接下來要講的是關於交大 這個學校 那我在準備這個講座的時候呢 我有事先問了 我的一些同學 想問他們說 多收集一點 意見之後的 也會盡量比較客觀一點 那 我想要講的是交通大學推薦與不推薦的原因 各三個 好 所以 一開始我想要推薦 讀交通大學的 第一個原因 就是這邊心無旁駛 學校很安靜 附近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你可以 生活環境非常的單純 很適合在這裡念書 網路也很快 你有的能夠參與的活動其實並不多 學校校內有學生的一些社團活動 但是其實並不是說特別的活絡 那相對於一些可能在高中玩社團比較多的 同學到這邊的社團其實是相對比較 沒那麼活絡的 那 學校的同學 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太多地方可以去 所以假制的時候如果住台北的同學可能就會回家 很多都會回家的 那這是 這是我把列為好處就是你可以很認真的念書 然後沒有太多會紛擾 的事情 那生活環境比較單純 這是第一個推薦的原因 心無旁駛 第二個呢就是學校的資源其實很多了 那 包含了像圖書館的資源 圖書館裡面的藏書很多 那 尤其是 比較多人比較熱門的書 甚至有兩本以上 你都可以去借月 借了都還可以借滿長的時間 還有教授非常的親民 如果你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啊 或者你單純只是想要聊天 或者你針對哪一個技術啊 哪一個 學術有 有想法有興趣其實都可以記性跟 跟教授聊 甚至當面 跟他約一個時間當面 討論 我覺得這是我在學校裡面 特別喜歡的地方 那跟教授 不管是 課上啊或者是 額外約的時間都是 都是很不錯的 教授很親民 同時的學校 接近 竹科 新竹科學延期 所以 我覺得在實習啊 或者為了找工作上的資源也蠻多的 那再來就是校友很多 像我現在在 在國外交換的時候呢 其實也常常遇到校友 那大家就是互相幫忙 啊 就是 我覺得這樣子 就是在未來的路上的資源也是蠻廣的 那再來我就想 最想要提的就是 出國 我認為在教大 出國機會實在很多啊 那 我不確定是不是 最多的但是是我認識 是我認知中 算非常非常多 出國機會的一個學校 那 你幾乎 只要有認真準備的話呢 就都會有出國的機會 那特別就是在 可能是在四年級的時候 出國交換 所謂的準備呢就是從二年級 可能就開始關心 那一些時程啊 那需要考的是需要準備資料 然後按照 這些時程的去 繳交資料 多半之後都可以去出國的 那 像 我認識的同學裡面就有人去 德國 去土耳其 去中國大陸 去香港 很多 還有人去北歐 有人來美國 就是 想得到的地方都有機會 所以 呃 這就是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去 出去看一下 那 不然 繳大陸運氣是蠻悶的 所以我再來要講的就是 不推薦繳大的三個原因 呃 第一個就是 很窄 那 我們這邊 呃 大家不喜歡出門 那 行為舉止上也比較窄 那 主要其實也是有原因的因為 校園對外的交通其實不是很方便 呃 必須要機車才會比較方便的可以去一些地方但其實也沒有很多地方 那 校園的 氣氛是比較悶一點的 大家平常 上課比較不會講話 那 呃 沒事的時候都會打 很認真的待在宿舍 裡面 所以 這是校園的氣氛 所以如果 你是一個 外向的人 很想要 呃 往外跑的人 可能 交大 不會這麼的適合你 呃 第二個 就是多元性比較小 不推薦的原因就是多元性比較小 呃校園裡面 呃 二類的人 佔多數 呃 沒 並沒有文科 然後有有當然有社會人文這部分的可惜但是 還是以二類的人佔多數 那大家二類的人就看起來都很像是啊 就是不太講話戴一個粗磅眼鏡 這樣子的一個特徵 所以其實如果對於其實對於一個人的多元發展來講 我們是需要有 各種 呃各種領域的人互相認識 了解 比如說認識商科的人啊 認識設計的人啊 認識 音樂美術 文科 文科 各類的人都都是有了多認識的話其在多元發展上是比較好的 那校大這裡就這點就蠻弱的 呃 大家普遍是都是讀同樣科系的人 所以在多元發展上是 比較多元線上比較小 這是第二個不推薦的 第三個呢就是男女比異場 呃 這個就是 我看到 網路上寫PTT好像把交大放在最後 也就是 男生比例最高的一個 一個學校 那就會產生了供需市場上的問題嗎 供供給多 供給多的話 然後需求少 那就產生價值上的 價值上的問題 那剩下大家就自己去了解一下 但是 我們學校有一個不推薦的原因就是 呃男女比異場 所以 總 總歸一下 呃 我有三個推薦的原因 三個推薦你讀交大原因 心無旁騙 資源多 還有出國的機會 不推薦的原因就是我們這邊比較窄 窄多元性少 然後男女比也比較 呃不平衡一點 接著呢 講完交大呢我想要講我們的系 也就是交大之工系 那他適不適合你 適不適合其實是很主觀的 所以 我是以我 個人的 經驗哪 跟學習的過程 我 歸納出一些 我覺得 可能讀交大之工需要什麼樣的能力 第一個是邏輯 覺得 要把程式寫好需要有很強的邏輯能力 那邏輯能力的話就是 可能從最簡單的 如果A事件發生 B事件也發生的話 那C事件可能跟著發生 那如果A事件沒發生 B事件沒發生 C會什麼樣 之類的一些 這是簡單的邏輯 那 當這個 簡單的邏輯 增長之後呢 就會變成一個 複雜的邏輯 他 其實 變成程式碼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 可能有很多份的程式碼 然後 不同 不同段的這個 事情 寫在不同份檔案裡面 然後互相影響 那 你要知道所有的來龍去脈 要怎麼組織管理一個比較大架構的東西 那 這就是寫程式的時候需要用到的邏輯能力 所以這我認為第一點就是你需要有 還不錯的弱晶能力 第二點呢就是數學 唸 唸志工系的話就會需要有數學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好奇為什麼呢 那像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這是Google 在美西已經可以在 在路上開的這個 自動 自動駕駛的車子 那他裡面就用到很多的 能工智慧的Machine Learning的應用 就是機器學習的應用 他可以讓 車子在 學習過他 很多駕駛 以往是怎麼開車的 比如說他看到怎麼樣的 眼前的景象 他是做左轉還是右轉還是加速結束 這樣子的過往的資料之後 然後他透過數學的運算 然後把他 他會擁有一種能力 面對未來的 這種類似的 的這種 眼前的景象 他會做出判斷 就說那我現在要左轉還是右轉 所以這 以上的這個 這個故事 是必須要有 透過數學去做的 所以我第二個需要的能力是數學 最後一個呢 也是我覺得最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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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興趣 他是一個 讓你可以 堅持不會倒的靠散 在你遇到困難的時候還可以繼續笑著把事情做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條件 那我認為這是三者最重要的最重要一個東西 你有興趣才能夠很開心的把東西做好 做得好 那我舉個例子 這是 我們班上 在 在之前在修電子實驗的時候半夜12點鐘的情況 那大家 東西還沒有做完所以不能走 這已經是半夜了 那我覺得如果說你在這時候是沒有興趣的對這些內容是沒有興趣的 可能會蠻痛苦的 那有興趣可以讓你撐過很多東西 那花 願意花比較多的時間在上頭 然後也可以把東西做得比較好 所以總 總結來說的話 是 邏輯數學也就興趣 那我會覺得說邏輯跟數學其實不用兩者都到很厲害 你可以有一者比較厲害的另外一個 能力還行 然後 這個這個微基數之後再乘餘 你的興趣就是你 在教大職工或者職工系 適應的能力 邏輯數學成語 邏輯或數學成語興趣 那以我自己個人而言的話 我就覺得我的數學比較不好 但是我邏輯比較好 那在成語我很大的興趣做學習 做學 寫程式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比較適合去做 很像系統網路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數學能力比較好的人 他可能就會對這個剛剛的算法的分析呀 或者是人工智慧 這一塊會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會認為 你判斷自己 適不適合讀 啊 職工系的話可以用這三三個條件 去去做排列組合 不是排列組合 就是把放這個方程式 看看 得到的是什麼 接著呢 接著呢 我要講的是在交大志工裡面有什麼課 大一大二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 不同組 我們有三個組 志工組 資電組以及最後一個是網路多媒體組 修的課期都差不多 那就是 數學跟程式 數學的話就有微積分 線性代數機率 程式的話就有計算機概論 物件導向 之類是比較一開始 讓你有具有寫程式能力的一些課 那數學的話也是一些 呃 除微積分是所有的二類都要修的課 那 在線性代數 代數跟 遺善數學 機率 都是 都是 需要經過的一段時間 那所以大一大二其他修的課差不多 然後到大二下的時候 或者大三的時候大家就不同組就會修不同的選修課 開始就會不太一樣 那 我以我自己的組 資電組 為 舉例的話 我這一屆 是 需要六門課 學兩門課來修 那可能會每一屆的情況會不同 需要大家 在舊主之前再先去讀 看一下他的規則是不是 跟我這一屆還是一樣的 那我們的話就是六門課要學兩門來修 就會達到 他的 要求 接著呢 大四的時候 或者是其中大三下 大四 大家就會開始思考未來 大家就會想一下 那我四年級之後要幹什麼 我要做什麼 那 或者是有些人大部分到這時候的課都已經很少 那 大家會有不同的安排 但有少部分的人會因為之前的課沒有沒有把修得很好 所以 可能被當掉就要就要再把修回來 那 至於 具體而言到底有什麼樣的選項 大部分的人都之後會訓練的碩士 所以可能就有人先修碩士的課 那 教大的話 你要考上 繼續讀教大 的 碩士的話 大概是 全部的排名的40到50%的人可以繼續留下來 那少部分的人就特別優秀的幾位同學可以去台大 那或者有些人去了其他的大學 還有人出國念書 那當然有先當病在說跟工作這幾個選項 那是後面的 其大部分人都還是留下來念碩士 那是最多的人的選擇 那至於我呢 我去哪裡了 我大三升大四的時候呢跑去了HTC實習 那可以看到 我在公司裡面就是 幫忙 新功能的這個 這個算是 稍微設備一下新功能要有什麼樣的功能 那什麼是需要什麼是不需要然後再跟公司裡面的人做溝通 我覺得挺有趣的讓我看到 就真正自己在寫一個人寫程式或幾個同學寫程式 跟一整個國際上大公司裡面寫程式 這個行程規劃安排是怎麼樣的差異 那我一開始是暑假時候當 實習生 最後 又留下來多三個月在當約聘的 一個這樣子的角色 那這一張相片是我在離開HTC之前照 可以看到剛好我照的那瞬間呢 董事長以及執行長都跑出來了 所以 放大一點可以看得到 接著呢 我HTC實習結束之後呢 我去了 四年級下學期去了 塔內金美容 交換學生 那這是一個 CMU CMU是一個 Compute Science很好的一個學校 那 這裡也非常的能 我來的時候是負二十幾度 我在這裡認識了很多很多人 然後看到了很大很大的世界 也 我覺得這是我這四年中 一個月看到東西 就比我四年 前三年看到的都還多很多了 所以 我覺得這也是 非常建議讀交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你 買有蠻多交換的機會 所以這是我 以上是我到 我在 快畢業的時候的安排 那最後呢 我想針對幾個大家做選擇上 可能會遇到的選擇 那做一點建議 那我就是會列出幾個 我想像你們可能會遇到的 選擇上的問題 那如果說 有 有我 我有 我沒講到但你會想了解的問題的話 其實是可以在之後再聯絡我 或是透過其他方式 在做詢問 第一個呢 就是選校跟選系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答案就是選系 這可能是主觀了 但是我的想法是 選校跟選系之間應該要選系 因為呢 如果你選了 為了選校 然後 而選了自己不喜歡的系 其實之後是蠻難轉系的 當然我有看過 成功 透過這樣方法轉到自己 最後轉到他自己想要的系的同學 但是我也看過更多 就是選了自己不喜歡的系 然後 狀況不好的同學 那 越是晚 越晚去 真正進入你喜歡的東西的話 其實 相對於 你的優勢會越來越小 換句話說 如果你今天選的不是你最喜歡的 科系 那之後比如說你晚了別人一年 甚至你到了碩士才去選擇你喜歡的科系 其實已經晚別人很多了 那 不管在申請學校啊 或者找工作商 其實 都很不 都很 沒有力 所以 我覺得是 除非是極少部分有 很強意志力的同學 可能先選的學校 再轉到自己想要的系 會成功 那 我看到大部分的同學都是 沒有 都是比較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我會 非常建議大家 先選系 那 做自己想做的東西 學自己想有興趣的東西 是 最重要的 沒有比這些還 沒有比這個還更重要的事情 再來呢 就是 選組的問題 其實 我們 我們加大志工分為三個組 資電組 資工組 網路多媒體組 那資電組呢 就是 有電 所以我們要學電子學 然後 電子 就是電路學 就學的電的課 比別人多 那其實是看個人興趣 那 但我發現其實很 蠻大部分的同學 其實 之後用到電的機率 實在是很小 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用不到 真的去使用到 所以資電組 是東西 那 他 對我來說他的好處 就是我可以學到更多 比較底層的東西 那之後在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比別人多 自公席的 自公組 那 接著呢 是網路多媒體組 網路多媒體的話 就是他會特別 多的 關於網路啊 以及多媒體的 的相關的 的 選就課 或之後的課要去完成 那 我個人會覺得 其實他這分組上的意義 不是很大 相對於你選校選系 這個選組的問題 實在是很小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是可以轉的 就是 一升二的時候 其實可以轉組 那 我問過同學之後 他說平均75分以上 就可以轉組 那我也看到很多人都 很順利的可以轉組 所以 尤其是在一二年級的時候 課大家其實都一樣 你之後可以再轉組 那就算是不轉組 我覺得關係也還好 因為大家 主要的 主要大棍的課是修一樣 那之後你還是有蠻多彈性 去修自己喜歡的課 那 尤其以我自己為例 雖然我一開始選了資電組 我以為我會蠻喜歡電 那後來越來越發現 我其實很喜歡網路 我喜歡寫網路相關的程式 所以 但是我還是 我覺得我選的課都還是蠻順利的 就是有學到電的東西 那我在修完之後呢 我把剩下的課都拿去學 網路的東西 所以其實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最後 就是 我的講座差不多要結束了 我再稍微給更多的資訊一下 就是說如果 有我沒講到的東西呀 或者是你有想要問的問題 我都可以 跟我聯絡 那 或者是我可以幫忙找 可以回答你問題的人 那這是我的網站 那上去之後呢 可以看到 我的 關於我的東西 還有 我過去的一些作品 那我覺得特別是 裡面有 一個在寫網 文章的一個網站 大家可以去讀讀 讀看 他跟我認為在交大之工 或在教導裡面學到的東西呀 我有一些想法 那跟一些學習東西上的想法 還有一些態度 那上面有我的聯絡方式 Email或者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 他就看 自己喜歡什麼 可以透過那個方式聯絡我 還有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 One more thing 啊 就是呢 我覺得 在做選擇的過程中 不管是你做什麼樣的生涯規劃的選擇 最重要就是要Follow your heart 跟隨著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你想做的事情 因為 這樣你就會找得到你自己的答案 我看過很多的人 他一開始可能沒有選擇他自己最喜歡的東西 但可能 時間久了之後 他不是後悔 就是或者是他就 還是回到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 那這樣子才是 讓他最覺得 他能夠做得好 也是比較開心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要Follow your heart 是 是 最重要 也是能夠幫助你選擇 啊 念什麼科系呀 你也選什麼組 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在 自己想要的東西去 那選擇上 就會都變得很簡單 以上是我的 IOH講座 那我叫Heron 那大家 有什麼問題 再透過我的網站 Heron.me 可以聯絡我了 那就這樣 謝謝大家 有什麼問題 我還沒有啊 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 我的網站 我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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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